小湛 小湛 我有话跟你说 海维 我不想把很多话说得太过明白 你知道我的个性 我怕那样会 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知道 我就说一句 说完让你走 你说吧 就算你改变了 也没有关系 我会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的 我说 我说 好 快拍了 怎么了你 发来什么事了 你到底怎么了 是美人又给你什么研究数据 让你压力太大了吗 不对啊 美人自己很正常啊 下一个不正常的就是我 好 好 你们到底怎么了 我这是在生气 生气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 生气 谁有这么大能耐 能让我们赵小青生气 我今天看到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幕 这感觉像什么 就像看电视一样 他他就在看卡的那一幕 他怎么都过不去 怎么都过不去了 他怎么办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什么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 然后出现幻觉了 那绝对不是幻觉 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亲眼看到的 你知道吗 那他你到底亲眼看到什么了吗 怎么了呀 不知道 你再看得 maior了吗 你可以不要去 也还会来 你 别小明星 你 你 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 挨得特别特别地近 脸就已经挨在一起了 就差醉了 赵小青 恭喜你 你谈恋爱了 什么呀 我自己跟自己谈恋爱啊 不不不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 你现在的种种情况呢 是一种病症 它叫吃醋 有一点嫉妒 又有一点羡慕 而且还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呀 赵小青 那你就是谈恋爱了 赵小青 你谈恋爱 你居然会谈恋爱 你是个正常的女孩呀 珠西 我现在很难过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啊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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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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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我帮你分析一下吧 对不对啊 好 你先告诉我啊 这个艾比你的对手 是个什么样的人 漂亮 大方 又很会演戏 会唱歌 还会很会照顾人 会做牛排 而肖战最喜欢的 就是牛排 这些 我都不会 那基本上 你就是癌症晚期 没救 而且你听我说啊 艾薇她这个癌症细胞 她她还特别有钱 那更好 放弃治疗好了 但是 她离婚了 那就更完蛋了 为什么 男人通常都喜欢 成熟有情调的女人 你 没有 那你的意思 我先找个人结婚再离婚 肖战才有可能喜欢我吗 赵晴你是有病吧 你说的那个跟我说是一回事吗 我说 就你现在的智商跟情商 你根本没得比好吗 好好好 好了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人 应该可以救得了你 谁啊 玛丽 别逗了 玛丽安老师现在还单身呢 你让我去找她 我学她 这怎么可能嘛 我也单身一辈子算了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我说的是玛丽安的学生 莫妮卡 莫妮卡 莫妮卡倒是还可以啊 莫妮卡 是玛丽安手下 唯一一个可以正常谈恋爱的人 好吗 她当然可以救你 可是我之前跟莫妮卡的关系 我跟她开口多难为情啊 算了我还是跟艾薇 拼个你所不算 嗯 干嘛 有一个女孩叫艾薇 我现在就叫你 看来你不用去找她 你的癌细胞主动找上门了 找找找 别墅 别墅这事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得爱护的呀 真的 来 忙啊 你们都打倒完了吗 这么晚才来 我跟你说 糟活累活我们四个全干完了 好 一会儿自罚三杯 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干活啊 没有 我们俩去买礼物了 那怎么半天才来 恭喜啊艾薇 乔尖致起 这是给你买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对 你这是 你这是 你给我什么东西 这是你俩一块买的 你们这这盒 这不是送了双鞋吧 谁会送双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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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话的建伯 你先不上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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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里头还有一盒 你在哪里还有呢 你们送人家盒啊 你在哪里还有呢 你们送人家盒啊 你在哪里看一下 里边还有一个呢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 恭喜 我说今天啊真是太感谢大家了 一大早就过来帮我收拾 主要今天太仓促了 家里也没有安顿好 改天 改天我一定请酒店的主厨过来 好好给大家做一顿好吃的 那赶紧好 不用不用 这就挺好 我们平时都吃不起 这么贵的牛排 这出型了 你要喜欢随时可以过来 我现在很会做牛排的 那赶紧好 我报名啊 我也来啊 好 艾薇 你可真别跟他说那客气话 向东这人你还不知道 天天顺着肝往上爬 你跟他这么说啊 他准当真 没事天天来蹭吃蹭疙瘩 改天再把你冰箱给吃空了 刘雨虹 你说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 什么叫我平时就蹭吃蹭喝的 你的生活费平时要比我 多出一百多刀呢 从来也没见你请我吃过饭 你怎么不请我 你呀 就是抠 你才抠 抠行了 赶紧吃嘛 你俩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这么爱斗嘴 我说真的 我倒是真心希望 大家能够天天来我家吃吃喝喝 这样我才高兴的 只要有吃 我住地上都行 好 没我跟你说 你现在有钱也不能乱花 你现在单身一个人 钱来的也不容易对吧 那个 咱刚才就干了一个是不是 嗯 那个 我提一下 艾薇 住这么好的一个大房子 咱连开溜 行不行 来来来来 我给你 靠谱 小青 我记得你以前是不爱戴首饰的 那项链拿买的挺好看的 你还真别说 这 这 我送的 帅哥这眼光真好 对对对 是吧 我一看就是你的风格 你们发现没有啊 小青戴上这项链啊 特漂亮 尤其是这几年多成熟啊 多好看啊 记不记得她刚到美国的时候 那 那个小女孩那个样 我当时就琢磨了 谁家那小女孩啊 这是上美国找父母寻亲去了呀 结果你们猜怎么的 就人家学问做得最大 是不是 就是 小青那时候看上去跟孩子似的 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我听这话怎么 搞得你们俩好像是小青的父母似的 怎么了 给姚子钱吗 搞得你们占小青的便宜似的 没有没有 这个不算占便宜啊 我还要感谢大家呢 你们这 你别傻了还敬他们呀 这哥几个啊 就顺着干给自己抬备份的 同意说打今儿起 凤年过节 挨个闻闻闻闹红包 给少来不成 主料是他俩 对对对 小青你看是这样啊 这个倍儿可以长 叫叔叔叫大爷 我们绝对没意见 但红包没有 穷啊 别慌啊 别慌了 我喝酒我不猜了 我替小青盯着呢 那你替她喝一个啊 我 我才不会干呢 我又干了 我又干了 没事儿 干得怎么样 可以可以 让你感谢艾薇家的酒啊 说好了 回头再来啊 那还得这酒啊 没问题 我管够啊 行了艾薇你不用送了 下面我们知道路了 行 回去吧 咱们几个人里边啊 也就肖战会弹钢琴 能帮我调调音 放心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 是 我们也确实五婴不全 是不是 是 我们也不会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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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们走了 好 拜拜 下来酒吗 可以 我的天啊 你怎么没感觉 这样啊 你又没感觉 没了什么 你说刚才牛排挺好吃的 是啊 挺好 艾薇家里房子 也挺好 温温温动多好 孙显国 你是不是有合作啊 我没合呢 他呀 四点就多 那就是 俩人都杀不住的 不是 艾薇 你回头找一下这款酒啊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找这款酒 你们先回去吧 什么酒 什么 你怎么老小情 我想回去看看 你回去干嘛呀 秦啊 有些事呢 大家火心里也都清楚 你说艾薇和肖战这关系 有些是你知道的 有些是你不知道的 对吧 毕竟你来美国比较晚 今天让他俩先把话说清楚 甭管结局如何 对你都有好处 走 咱今儿先回去啊 走 秦 秦 随他去吧 他跟肖战这关系 具体咱也说不清 走吧 你们说战哥和艾薇还有性 行了 别八卦了 没问题啊 音都是准的 那我就先走了 小战 你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没变啊 要是以前 你明知道我拿钢琴当借口 你肯定当面就说出来了 而不会像现在这样 还一本正经的帮我调音 以前我会直接说出来 那是因为我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钢琴有没有坏 小战 我没有别 我对你的爱 我从来都没有别过 我知道我嫁给周 我伤害了你 我对不起你 我都知道了 我不想再去说 以前的那些事情 但是我 我真的是摸不得已 我知道所以我没有任何 怪你的意思 你也不用觉得 对我有什么愧疚 我们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 就像我跟老孙 向东 苏丽娟和卫红他们一样 你为什么不说跟小青一样 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 一个很直接的人 你这是怎么了 小青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把我们的北京小胖爷肖战 变得这么黏黏糊糊的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的好吗 我也需要成长 你结婚那段时间 所有人的生活都在继续 你没有影响任何人 所以你真的不用觉得有任何愧疚 你这房子多漂亮啊 你刚搬进来 还有很多地儿需要收拾 你 你赶紧先忙吧 有什么问题 这方面的你随时找我 好吗 我先走了 这是什么 这些照片 是我跟肖战在一起这么多年 所有美好的回忆 就算不得不分开的时候 这些我都没舍得丢了它 也亏了这些照片 在我人生最难最苦的时候 给我力量 我才可以撑到现在 我这个人笨 听不懂那些有的没的 你要有什么话就直说 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喜欢肖战 是 我是喜欢的 肖战现在接受你了吗 没有 他没有任何表示过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东西我还是收下来吧 你就算留着 那也是过去的回忆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只要有新的东西 可以装到这个盒子里 过去的一切 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肖战他又要跟你在一起了吗 暂时没有 不过我相信应该快了 那我们两个没什么差别啊 我跟你当然不一样 我跟肖战是有情感基础的 这个盒子里面装的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关于肖战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在这儿了 小青 你见过肖战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子吗 他完全就是一个愣头青 又傻又可爱 他从来没吃过麦当劳 他第一次去吃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点餐 他整整排了四次队 才把奥匙所有的套餐全都买全了 还有啊 他第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还有多紧张 紧张到他不停地喝水 喝了整整两大罐水 搞到最后 他要不停地上厕所 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想告诉你 这些都是我跟肖战 两个人的回忆 没人能够抢走 我跟肖战也都不会忘记 我又没有打算 跟你抢过去的肖战 我们要争的是 现在的肖战不是吗 你知道肖战的梦想吗 你知道他给自己 规划的人生吗 我知道他现在做的 搜索引擎是什么 我为了了解他 我看完了他的毕业论文 我还了解了所有 关于搜索引擎的 新技术和新研究 我知道 他未来会冲着 哪个方向去努力 他做的一切 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一些 你都知道吗 刚才你说的这一些 我觉得你只是把肖战 当成你的合作伙伴 这个不是亲密爱人 这才是亲密爱人 两个人站在一起 可以并肩作战 不依赖更不攀附 因为只有这样在一起的 两个人 才不会因为生活的磨难 或者意外 就轻易地放弃对方 你在讽刺我 好 好 我可以告诉你 这次我不会放弃肖战 我也已经不是 以前的矮位了 我没有债务 没有软肋 还足够有钱 你以前因为钱 离开了肖战 你现在又想用钱 把肖战买回来 你把它当成什么 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 可笑的是你 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 象牙塔里面 你知道钱有多重要吗 钱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意义都不一样 肖战有钱 他妈以前就给他 办过一张银行卡 隔断时间就会往里面存钱 什么时候 是你们两个分手之前的事 他不想告诉你 是因为他妈妈开出了条件 如果肖战选择用了这笔钱 他就必须要听家里的话 就要和你分手 他宁可一个礼拜不吃饭 喝凉水 或者吃一个礼拜过期的面包 或是睡在卫生间里面 他都不会用这笔钱的一分一好 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这样的肖战 你懂吗 你和钱 已经把他伤透了 行不行 到现在就要去 我们要把你压家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是你进入博士阶段的研究主攻方向 你的论文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如果能够成功地阻断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组做的研究就离治愈癌症又进了一步 相信我小青 这是美国医学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要是我们成功了 我们甚至能站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很多人只能对这项研究抱有幻想 但是我知道我们两个会成功的 相信我 马丽安教授 我 不 不需要谢我 你只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助理就可以了 可我不想做这个项目 你 你不想做这个 那你想做什么 那 那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做的是中草药基礼研究 与提取纯画 我跟您说过的呀 上帝 请你救救这只迷途的羔羊吧 马丽安教授 我以为您能理解的 我们就是通过中草药才认识对方的对吗 你别说了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 却做如此愚蠢的决定 好吧 我知道 我明白了 这一切对你来说太突然了 所以你不能很快地做出理性的选择 面对这个能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 你肯定很震惊 不用担心 这很正常 不 马丽安教授 我 我 我只是我 好了 你现在应该回到你的宿舍 告诉你朋友这件事 他们肯定会嫉妒你 他们将会改变你的想法 会完全彻底地改变你的想法 你会明白这件事有多么重要 回去吧 你现在只需要回去 他们会帮助你理解的 他们会帮助你理解的 这件事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一起改变世界 好吧 去吧 去吧 Jen 肖战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Jen 我听到你和您的老板 你选择现在来看肖战 Jason 我刚才跟你说 我开完会以后 要见的重要的人 就是肖战 看 我不在这里 对不起 好吗 如果我知道你有男朋友 我就不会来到这里 但他最后五岁 他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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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明显 他对你不感兴趣 Jason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接受你跟他一点关情都没有 我觉得你不太了解男人 之前 他之前工作了 他有什么事 他还没关系 他之前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 他被解雇了 然后 他突然对你很感兴趣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 快点 这真实是吧 这就是中国人 和我 你五岁 都不说你喜欢一样的吗 Jen 你现在告诉我 肖战是你的女朋友 我就会走 如果不是 你怎么会让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 Jason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肖战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杰森永远是这样 他像个大男孩一样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 我觉得他说得挺对的 我不该明明知道 心里放不下你 还浪费了那么多年时间 我也不该明知道 你不在乎我的成功或者失败 却还得拿事业当借口 不去面对我们的感情 我们错过了五年 接下来的时间 我一分钟也不想浪费 如果你再让他伤身 我不会放过你 我讨厌 我讨厌 我刚才是不是哭得很丑啊 没有啊 我那年中秋 倒到你怀里的时候 不明显得更惨了 那倒是 你那个样子 我真的是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 一人一次 以后谁也别提昂了 看心情吧 没准我哪天就想起来 我现在感觉好不真实啊 昨天我还在波士顿 现在居然跟你一起 还走在这个学校里面 我也是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当初怎么会为了那么一个 虚无缥缈的理由 还有一个 谁也无法预计的未来 跟你分派这么久 那个 我到了 我 该进去开会了 你回那儿待多久 明天早上十点的大巴 得赶回去了 还剩不当二十个小时 嗯 不当二十个小时 现在的疾病 是我们最大的变化 尤其是那种疾病 可以放松 和拆散 很容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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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探索和学习这个题目的 一天我们会找到一个方式的方式 哪儿来的自行车呀 你说神不神奇 我居然找到一辆跟几年前一模一样的自行车 你这会开的时间够长的 俩小时 我都快成成人杆了 小婷 你好 你好 你今天晚上要和我一起吃饭 对不起 她是我的 这十十分钟 好 下次再来 是 谢谢 我们去哪儿啊 哪儿都要 要不要带你去见马莲安 你要带我去谢马莲安 那我现在跳车了 那我就跟她说 你宁可跳车也不想见她 不好意思啊你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去补课 把这些年缺了都补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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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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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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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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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č stretch春 別 reco 展望 Bright shore isan live 你怎么来了 这 这怎么了 先进来再说吧 杰森 孝季 原谅我 怎么了 我特别后悔 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出什么事了吗 非常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原谅我 如果你不原谅我 我会忠心 我的心会不安 不是 你别这样 你别吓我 你快说你出什么事了 真的是太严重了 这是一个 当你翻我 我的良心 杰森 不能原谅我 干吗呀你们俩这是 怎么了 我不知道人还也不说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请你原谅我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说呀 别废话赶紧说 我 我居然没来参加你的婚礼 真是最无可输 就这事啊 我真是个二百五 竟然我错过了我最新爱女人的婚礼 也错过了你穿婚纱的那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我只是想想想怎么嫂子 你应该破坑架接近10号 长浮油的白装 幼赫衣 露碎 缴了还有就是 谁有什么 没 杰森真的 真的 差不多行了 杰森其实你也不用遗憾了 就算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也看不到我穿婚纱的样子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只是办了一场 简单的中式婚礼 没有婚纱 我们就是请父母啊 朋友啊 大家凑在一起庆祝了一下而已 就这么简单 这 这 这样 你跟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结婚 你又不让她穿婚纱 这 这什么意思 你别挑事啊 我都懒得跟你说明白了 比婚纱更夺目更耀眼的 那得是中国的旗袍 旗袍 你看你还得跟她解释旗袍是什么 那杰森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两个呢 其实觉得这个仪式啊 并不是那么重要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结婚了 这个最重要 对不对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 你必须认清这个事实 现在跟我握手的这位女士 已经是我肖战的老婆了 你不许她当我面惦记了 你不许她明白吗 杰森 我在跟你开玩笑啊 你怎么还这么人间呢 一点都没变 杰森 我早就认清这个现实 所以我想真身地祝福你们 相亲相爱 双飞双素 恩爱道老头 行行行行 他说你是老婆 你的祝福 我收到了啊 我替我老婆谢谢你 但是你要记住 时刻提醒你认清这个现实 也是我的责任 明白 好 好 我太爱你了 我太爱你了 你饿了吗 要不你们带我去吃一些 正宗的中国菜 你还没吃东西呢 你看 我就说这小子带着目的来了嘛 行 你想吃什么 我找地儿 好 走了 来 没睡啊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今天 我签合同去了 一堆事等着我做呢 你还没吃饭吧 妈给你热 我吃过消夜了 赶紧休息啊 怎么了 锁这么大 晓晴 晓晴 晓晴啊 你在里边吗 在里边呢 是啊 我能在里边在哪儿啊 是啊 我再试试 我再试试 好了 好了 没事 可能锁有问题 回睡了 好好好 晓晓休息啊 这锁怎么会有问题啊 只要把你一个人锁在屋里 快 往后退 呼吸上庄 行行行 我先记得 我先记得 你也洗不干净 浑身都抽味 怎么啊 这么大火 你是不是喝妈妈熬那汤上的火呀 我就是想不回来 我都死了 我这样死了 我整个火都会造死了我 别闹别闹别闹 这把老梁口惊动起来得不好收拾 那我怎么办 我这么大火 我没在这儿散 我不想看见你 我 我怎么 别回来 你怎么又喝酒了 你怎么又喝酒了 我今天开心小酌一杯 你要不要来一点 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你没听见吗 老婆 有事说事你别打坐 你一打坐我就犯处 我 我 我是怎么了你了 还是还是 不是你跟我好好说啊 小茶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什么呀 你今天都干什么了 我今天签合同了呀 我今天在公司 重新分配员工的工作 我还跟这个服务器的提供商联系过 都是工作的事啊 今天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吗 没有啊 我这一天干的都是为祖国的网络事业 发展天专家瓦的事啊 天专家瓦的事 你今天没见什么人 工作成了人 你不好意思说是吧 见什么不该见的人 不该见的人 你是说艾薇啊 你错没错 不是艾薇那是帮了我的忙 我要干 你就是说你错没错 我错了 见了几次 五六回吧 算不清楚了 不是 十个手指头够不够你算 到底见了几次 我 我那儿再算 咱们结婚那回算不算 结婚之后单独见了几次 三回有一回秘书在 还有两回杜总在 真的 都是工作上的事 都是工作上的事 既然你可以这么坦坦荡荡 说得理所当然的 那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 在你眼里 我赵小青是一个这么小心眼的人 是吗 我心里容不下艾薇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你们工作上的事 不能直接告诉我 非要瞒着我去见面 我就说我不想正儿八经的 跟你这么汇报 搞得好像我觉得 你小心眼似的 结果你看 我这时候见他 你觉得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根本不在乎 你们两个说什么 你现在还不知道 你错在哪儿了 你这么做 就是对我赵小青的不信任 对我们夫妻感情的不信任 这件事情 应该由你自己亲口来告诉我 而不是我从别人嘴里听到 更不是杰森跑到我的办公室去告诉我 杰森 我跟你说 这小子就没良好心啊 他就是怕我跟杜总走太近 把我的公司抓到了 跟他来竞争 没想着来拆我后台来了 你看我能扔不扔他 我说的是杰森吗 这事关他什么事啊 我说的是你跟艾薇之间的商人 你超过扯开话题 老婆这事摆明了杰森在我们之间挑不离间 你胳膊肠不能往外拐啊 不是这样的 这个细致就不是这样的 那苍蝇还不定无缝的蛋呢 你什么时候上床大 我让你上床了吗 去那边 那你知道错了吧 你给我保证 从现在开始 还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跟你保证 从现在起 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后单纯有这段事 我先给你汇报 你要不同也打死我也不去 成吗 我说真的 那行 这件事情翻片了 睡觉 等会儿 今天晚上 你去睡客厅睡沙发 我睡沙发没问题 你说你爸妈在这儿 他们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那你睡地吧 做了这样的事情必须得惩罚 不然下次记不住 那是睡今天一晚啊 还是睡多久啊 睡到你身上的香水味没了为止 我身上哪儿有香水味啊 艾薇跟你们有笼笼抱抱吗 我的天哪 那就是一个拥抱啊 老婆你也在国外生活过 你知道那些人吃完饭 何止拥抱 还亲脸亲额头呢 那你们两个之间 也亲脸亲额头了是吗 没有没有 我是打个比方 如果是这样啊 那这个惩罚可不止这样了 来老婆你昨日重现一下 她当时是这么抱给我 艾薇抱你才不是这样抱的 她肯定是游戏啊 刘侃 这是我的人生 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不用你来告诉我好不好 是 是你的人生 但你不觉得你现在的生活 已经很好了吗 你有你的事业 你有你的学生 而且你很爱他们 你不是一直想说 想让这帮孩子们 有更多的表演机会吗 你知道这段时间我都在干什么吗 我发动了我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资源 去帮他们找这样的机会 他们能去美国免费的交流表演 难道我做这些你都看不到吗 艾薇 我有些话 放在心里很多年了 我承认 我很爱你 我觉得 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你 我坚持不了这么多年 你想想 这么多年 我是怎么对你的 难道你就感受不到吗 哪怕一丝丝 艾薇 我也是个男人 我还有尊严 刘侃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 为我 为孩子们 做的所有的一切 真的 我非常非常感谢 还有 我很早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好 既然你心里这么不舒服 你可以走 好 好 亲爱的你回来了 你说 你跟肖战到底干了什么 你捏疼我的手了 我不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最好老老实实跟我坦白 否则我会让你和你那个中国男朋友一起从世界上消失 不要忘了这里是美国 这是我的地盘 你疯了吗 肖战只是我的 一个同学 一个普通朋友 是吗 你会当街给同学一点美金 你会为了一个普通朋友掏空你的钱包 不要交变了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你这个骗子 贱户 我给她钱又怎么样 难道你没有给其他女人钱吗 那些你带去酒店的女人 那些你带去看戏的女人 还有无数你带到酒吧和敌厅的女人 你给我闭嘴 我从来没有别的女人 这些都是你嫉妒过度产生的幻觉 我倒希望这些是我的幻觉 可是你敢对上帝发誓吗 你敢发誓说 你没有背叛我们的婚姻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所有的钱都是我的 我想给谁就给谁 你能给其他女人钱 我就能给男人钱 你给多少 我给多少 这很公平 你竟然敢跟我太贵了 你以为你是谁 不要以为跟我结了婚 就能和我平起平坐了 是我给你的钱 给你的地位和名声 别人才会恭敬地叫你一声 詹姆斯夫人 没有我 你只能是一只 被人踩死也没人注意的蚂蚁 那你呢 你又是什么 每次一靠近你 都让我觉得不恶心 嫁给你之后 你杀了我还要乃生 你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 没有我 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走 走 走 来 你咋 如果你想让 你杀琴的仇 灯伤伤回头条后 那你现在就掐死吧 不敢灯伤给我 看不 从现在开始 你别想再有好日子过 我先看一下那个厨房啊 如果你第二次来还很喜欢的话 就证明你真的很喜欢这套房子 住进来你也不会后悔的 我跟房东说了 他每个月可以便宜二十美金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你知道老外真的很轴的 我有一个问题 这房子说来说去也是肖战租啊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 你为什么不直接联系他呢 我正巧碰到你了呀 碰到我 我是格林大学的学生 你是一个中介 你跑到我们学校去碰到我了 这可能吗 我喜欢吃格林大学的食堂 那个菜味道不错 好 你不说实话是吧 那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别别别别 好好 我 我觉得你比那个男孩子更好说话一些 你对这个房子兴趣也比他高涨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 因为还有两天这个月就要过去了 如果我完不成这个业绩 我就要滚蛋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所以我需要这份工作 好 你早说实话不就完了吗 丢人啊 这事可以商量的嘛 那现在咱们谈一下价格吧 价格没得商量 但佣金我可以帮你打九折 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 九折能便宜多少钱啊 那我个人再掏一半美金给你吗 可以吗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我也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 那就决定吧 好吧 这套房子我们订了 不过呢 佣金不用打折了 也不用返给我们钱 合同给我看看 好的 这个合同是很正规的 全国的合同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就想看一下起座日期 还有佣金 当然 我觉得 佣金我还是应该给你打折 或者你收下我的一百美金 谢谢你帮我 真的不用 你跟我说实话了 我现在也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呢 我们也不是付不起这个钱 但我们是学生啊 我们能有多少钱啊 我们也想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不过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 中国人应该帮中国人 没关系 经验之谈 这边过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家里并不是很富裕 七大姑八大姨的凑了很多钱 送我到国外来 进修 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们以为我在这边很风光 我在这边已经待了十年了 花光了所有的钱 现在每月要筹房租 还要去廉价超市 买打折的菜 活也回不去 活也活不好 中国有很多的机会 学完了以后 你们应该回去 那是我们的家 我们永远不会融入这个国家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那个门的锁能帮我换了吗 可以 签了合同马上可以 现在就签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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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某個地方去處理 陈牧斯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太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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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跟踪我 我没跟踪你啊 我跟踪你干吗 我刚刚好从头路过 给他点颜色看看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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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梅子先生 我 我 我承认 我是跟着你了 但是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吧 跟您说一下 我想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毕竟我也是双学律学位嘛 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你让我当一个门头 不太合适 别太挑剔了 我告诉你李时宜 你离开了有大把的人愿意做 你并不值得这份工作 你不需要做了 别别别别 你要是不开心的话 我就接着当门头 当门头也挺快乐的 当门头也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您别把我开除了啊 你给我的机会 我 我 我错了 我今天我错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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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严重性 不好意思 你被解雇了 站住 站住 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想确认一下 我是不是被开除了 是的 那我就不惯着你了啊 你说我没能耐 你有能耐吗 你连你老婆的心你都得不到 你多可怜啊 但是我们中国有句话 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术 你不光可恨 你还是个王八蛋 没事 听得懂吧 别装了啊 你还是没长迹象 我不怕你 你这个出现不驯的贫穷小子 但是我怎么觉得 你心虚了呀 因为你知道 我说的就是事实 你老婆天天陪着你睡觉 但是她心里面装了 根本就没有你 她心里面装的都是你的钱 通常等你死了 把你的钱都给带走 急了呀 臭老痛出了吧 但是老子爽了 我告诉你 背后这些穿黑衣服的人 他们也都是为了你的钱 孙子 你永远不可能登陆任何人的真心 艾薇 查你啊 艾薇 我到处找你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塔尼亚呢 我让她早点回去休息了 今天的晚餐我来做 又给我剪牛排了 只要你乖乖的 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对你的 没有牛排只有面条 这是我家乡的阳春面 你要吃吗 要吃的话我可以给你做一碗 我不吃这种黏糊糊的东西 我要吃牛排 没有牛排 只有面条 艾薇 既然你不饿的话 那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吧 周 当然了 我希望你可以保持最后的风度 不要大吼大叫 也不要家暴 好吗 亲爱的你今天很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吃了中国的食物 就神器变身了吗 周 我是认识你之后才开始改变的 这不是很浪漫吗 在我们西方世界 女人就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你是我的 如果有一天 这个肋骨要离开你呢 我不会让它发生的 那你可能 会有一点麻烦 宝贝女士送了我个礼物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家里的私人医生不敢帮我看 外面那些大医院的医生 一听我是詹姆斯太太 不愿意惹麻烦 但是 有一位华裔医生帮我验了伤 开了这个验伤报告 他很同情我 你要知道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家暴永远都是最恶劣的行为 你为什么不说英语 我说的是这些 怎么了 这些照片不好吗 我觉得拍得很好 你看 是不是比咱们剧场的摄影师强多了 那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加点工资啊 艾薇 原来你一直是在伪装 一直在骗我 你错了 我不是伪装 而是隐藏 你说你最喜欢猫 但我发现你一点都不了解猫 够了 原来你一直在跟踪我 一直在偷拍我 你这是在侵犯我的权利 你知道吗 你的权利 那我的呢 我的权利 我的尊严呢 从很早之前开始 就被你狠狠地踩在脚底下剑大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里的规矩不一样 家暴就是你的规则 你这是在故意挑衅我是吗 赵 在我的家乡 一个女人 如果愿意为了这个男人隐藏自己 那是她希望 两个人之间还有可能 她希望自己可以爱上这个男人 但是你又完全明灭了我的希望 嫁给你以后 才是我真正噩梦的开始 又开始了 这些东西 看你是要交给警察 还是记者 结果都是一样的 每一样都可以上头条 每一样都违反了我们的婚前协议 当然了 也要愿意的话 可以联系我的律师 当然了 也要愿意的话 不是 还能够进去 我做得很不愿意 乘姆斯太太 你好 你还是叫我爱薇女士吧 我跟乘姆斯马上就要离婚了 如果你非要坚持离婚的话 那么我有责任提醒你 结果绝对不会像你想的那样 你不但会输掉这场官司 还会失去你的名誉 和乘姆斯先生对你的爱 来 是吗 有这么严重吗 陈律师 你要不要还是先坐下吧 我有预感 你今天会在这儿待很久 詹姆斯太太 你不要忘了 这里是美国 离婚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排队两个证就可以 在美国 离婚有着复杂的法律条文 特别是像詹姆斯先生这样的 有多复杂啊 你说来我听听 这些都是专业的法律知识 但是 就算我现在告诉你 你在短时间内 也无法理解和应对 陈律师 以前你每一次 都能很好的吓唬主播 你要不要今天再试试 如果成功了 你是不是又可以 去跟詹姆斯去邀功了 詹姆斯先生 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 美国公民 他的离婚诉讼 可以转移至阿拉巴马州 而阿拉巴马州对于婚姻诉讼 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判例法 根据最近三年的情况 他们基本上不会支持 非美国原生公民的离婚诉讼 这也就意味着 你会输得很惨 一分钱都拿不到 判例法 对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我可以给你解释得清楚一点 不必了 陈律师 我想我们要不要直接来谈一谈 美国在一九八三年通过的 统一婚前协议法案 我记得有二十七个州都在用的 我记得有二十七个州都在用的 陈律师 要不先喝口咖啡用人嗓子 我说过 你今天会在这儿待很久 我说过 陈律师 请给我 我最喜欢的黑茶 请 詹姆斯居然惹上了这么可怕的女人 还请进了门 陈律师 告诉舅 让他别忘了去见我的律师 陈律师 我花了这么多钱雇佣你 还不如全都扔进水里呢 詹姆斯先生 艾薇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立即出所有的法律条款 他都能够反驳 甚至可以说是引经据点滚瓜烂熟 事实很明显 他为了跟你离婚 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 难道 您从来没有察觉吗 没错 是我太小瞧他了 还以为中国女人是温柔软弱的 可以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妻子 詹姆斯先生 恕我直言 你想错了 像艾薇这样 能从中国考入格林大学的学生 就算在万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中 也是能够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他们拥有着非凡的智商和才华 而中国的考试方式 让他们拥有了超强的记忆力 所以艾薇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个只会梳妆打扮 唱唱跳跳的女孩子 我当然知道艾薇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孩 不然我也不会把她娶回家了 只是 只是我 真的不再年轻了 已经没有驯服女人的经历了 詹姆斯先生 难道从一开始 你就是抱着信服她的想法 才跟她结婚呢吗 我之前的婚姻已经让我精疲力尽了 我想要的只是一个 举止得体 聪明伶俐的小家伙 让我抱在怀里 能够得到一些安慰 您知道在中国 是怎么样形容厉害的女人吗 人们叫她们母老虎 母老虎 对 您试图驯服一只老虎 那就注定会被咬伤 没有老虎 没有老虎